嗨,我是K,今天我们聊聊9-12年级高中学分课阶段,学生的学术规划 9年级开始,我们分两种情况 学术相对较优秀的呢,在学校里面可能采用的是Richard High的课程 根据学校的规定,比如数学、科学、法语 可以9年级的学生上10年级的学分课 因为他也许在之前的暑假或者8年级的时候已经把9年级的课程上完 另一种情况呢,就是Regular Track上9年级正常的学分课 那么文科方面,英文读写的学习重点呢 注意第一个,research查资料的能力 第二,在写SA表达的时候,你的In-Depth Analysis以及Sophistication深度的能力 同时呢,对于计划申请每一本的学生 9年级你可以开始了解SAT,比如说参加SAT的基础班 这个学习过程也能帮助很多学生 也许你们学校在10年级的时候要求每个人参加PSAT的考试,促进你的成绩 AP方面,9年级也开始学习以及考一到两门 对于擅长文科的学生,可以多找机会参加一些写作比赛 如果你擅长理科,那么一定要确保数学跟科学提前学 并且进行竞赛学年 9年级总结出定专业方向 进入10年级,一定要记得10年级的在校成绩相当重要 因为它直接决定你进入11年级选课的难度资格 比如说很多学校在11年级开始开设AP课程 或者11年级你在的学校是有AP Capstone的项目 当然有些私校还有自己的特色项目 比如说STEM类型,CS类型,或者是Leadership Program 这些好的同时有挑战的机会 也都会留给在10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绩以及在校表现优秀的学生 针对申请每一本方向的学生 SAT ideally是在10年级结束之后的暑假8月份就要参加第一次考试 尽量在10月11月12月把它考到最理想的成绩 同时10年级也可以再增加2到3门的AP学习跟考试 10年级我们总结AP学科前竞赛安排后 意思是参加任何一个学科的竞赛 不管是科学类,CS类,它的难度又要高于AP的课程 那同时呢,如果你有AP课程学习以及考5分的经验 对你参加竞赛备考也是相得一张的 11年级关注三个重点 在校成绩,选课难度,年级排名 在11年级最迟12月份 你已经考到最理想的SAT成绩 如果你计划申请美国顶级大学的代学分下校 它会让你更有竞争力 同时呢,你再提交前两年你自己修过以及考过的AP成绩 也能协助你进入代学分下校并且选课 如果你此刻11年级 记得AP课程三门打底 那么在11年级结束的暑假 除了你上下校实习或者兼职之外 你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于申请美本方向或加拿大顶级大学顶级项目的学生 你要完成申请主文书的初稿 进入12年级 重点仍旧是在校成绩和选课难度 AP呢,你要继续学 大概选两门左右 除此之外工作中心就是写文书 因此我们可以说12年级是你晾活的时候了 最后如果我们总结9到12年级高中生活的总体规划呢 就是三个关键词 知识、技能、态度 用脑学知识 用手学技能 用心学态度 知识是你各种学术成绩 技能是你所有取得荣誉 态度是你对目标大学教育理念的深刻认知 最后, I wish you to have it all 我要去脑外公 我愿意在这碗